女生寝室 第四部 第六集 陈锋望着方圆 又望着紫迪 诡调地笑着笑 你们真的想帮我 是啊 我们是真心想帮你的 好啊 我问你们 你们愿不愿意嫁给我 陈锋的笑容显得特别的猥琐 其实啊 你们长得还真漂亮 我是真心真意地喜欢你们 紫迪有一种像呕吐的欲望 原本这陈锋的长相也是不错的 勉强也可算个美男子 可是现在这个样子 简直就是世界上最丑陋的 谁当大老婆 谁当小老婆 这是个问题 这样吧 谁能让我最爽 我就让谁当大老婆 你去死 子爹再也忍不住了 他妈的神经病 陈锋白惊地脸上一阵抽搐 很显然他听不得神经病三个字 我们走 子爹拉着方圆 想从陈锋的身边绕过去 陈锋一伸手抓住了子爹 啪 重重打了子爹一个耳光 子爹被打得蒙住了 相识陈锋这么久 他连骂都没有骂过他一句 更不要说动手打他 妈的 臭婊子给脸不要脸 装什么清高 一连串的脏话 从陈锋的嘴里冒出来 比事情无赖所说的 还要粗俗难听 陈锋焰露凶光 恶狠狠地去撕子爹的衣服 紫色的连衣裙被撕破了 碎片被海风吹起 起伏不定 掉向悬崖下的深海里 子爹紧紧穿着一件 贴身的白色内衣 乳房的轮廓在月光下隐约可见 微微地颤动 他的皮肤仿佛像白瓷一般 散发着异样的光芒 刺得尘锋 睁不开眼睛 啊 真美啊 陈锋喃喃自语 一股热流直往下冲去 这么多日子里 他一直在梦中 想象着子爹的身体 表面上他是子爹的男朋友 实际上他却从来没有得到 子爹的身体 甚至连接吻都没有过 他想得到的是子爹的心 现在他已经死了这份心 既然得不到心 至少也要得到他的身体 陈锋终于下了决心 像恶虎扑石般 扑向白羊般的子爹 子爹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如此恐怖的陈锋 他尖叫一声直往后退 连方圆的警告都没有听到 子爹的身后是陡峭的悬崖 他就像是一只失去翅膀的湖底 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 轻飘飘地坠落了下去 子爹摔下悬崖的时候 陈锋摁住了 似乎连他自己都想不到 曾经的女友竟然会被自己亲手推下悬崖 他的脸上甚至露出痛苦的深情 毕竟他对子爹还是有感情的 虽然这种感情更多是建立在性幻象上 男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 他们可以爱上很多女人 原因仅仅是最原始的肉鱼 方圆却没时间同情陈锋 他抓住这个机会 毫不犹豫地绕过陈锋 逃向着丛林 当陈锋的情绪稳定下来之后 只能远远地看着方圆的背影 消失在丛林中 有了干粮和水 方圆的身体稍稍地恢复了一些 他找了一个难以寻找 方便逃跑的隐蔽的洼地 躲了起来 2006年8月5日 晚上7点30分 陈锋不知是累了 还是心痛紫叠得死 整个白天居然没有来丛林寻找方圆 时间像沙漏般黄缓地低落 太阳仿佛是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 好不容易才从东边移到了西边 黑暗再次降临 这已经是方圆在海神岛的第五个夜晚 也是唯一没有死人的夜晚 每一晚都有一个人神秘地死去 曾英杰在房间里搏斗致死 秋水在房间里窒息致死 周光明在房间里中箭致死 万料海在房间里刀伤致死 紫叠在悬崖边坠海致死 除了紫叠 同行四个人都是在密室里 神秘死亡 如果这一切都是陈锋的策划 那么这些所谓的密室很容易解释 陈锋在说谎 每个房间都布置一把钥匙 所有的密室都不是密室 可是真相真有这么简单吗 就算周光明和万料海是被陈锋谋杀的 可是曾英杰秋水死的时候 陈锋明明和大家在一起 根本就没有作案事件 难道陈锋还有通谋 他谋杀这些人的动机是什么 全说所说的恶灵究竟存在不存在 岛上的神秘的脚印又是谁的 而曾英杰的尸体又是被谁挖出去的 方圆揉了揉太阳穴闭上了眼睛 用心去感受周边的世界 黑暗是最好的眼皮 在无边无际的黑色中 方圆一直紧绷的神经 总算可以稍稍地松懈了一下 橘黄色的月亮高高在上 冷冷地看着人世界 也许在他看来 人世间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眷恋 那都只是静花水月 宛若梦幻 实在是太疲惫了 方圆蜷缩着身体 光缓闭上了眼 瞬意涌得上来 很快他就悄然入睡 但是他并没有睡多久 已被一阵阵的寒意惊醒 虽然此时是中夏 但是海岛上夜晚的温度 只有十几度 没有一倍的方圆 根本没办法安心睡眠 即使睡着 最多也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 因为身体温度下降 而会被惊醒 就这样 方圆反复地睡着惊醒 在睡意和寒意的 双重侵扰之下 疲惫不堪 东方出现 第一缕晨曦的时候 方圆收拾了随身的物品 走进了丛林的深处 两个多时辰之后 养精蓄锐的陈锋 再次搜索到了方圆 而令他感到意外的是 这次方圆只跑了一小会 就停下脚步 面对着他 怎么了 不多了 我就说了 乖乖地听话 不会亏待你的 陈锋流着口水 步步逼近 方圆 坦然地站在那 眼睛清澈如水 盯着陈锋 站住 你别过来 你听我说 你收手吧 我知道你有苦衷 生命短暂 我们都只是这个繁华世界的匆匆过客 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商量 何必要走极端呢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岁 放下租刀 立地成佛 方圆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打断 别跟我讲什么大道理 正因为是匆匆过客 更要随心所欲 我承认我卑鄙 我下流 我的脑子里想的全是肉欲和物质享受 而这又怎么样 这个世界谁不是如此 表面上道貌岸然 其实私底下和我一样 你看那些社会名流 达官显贵 娱乐明星 哪一个不是当面的满口仁义道德 背后极尽难道女昌之能事 有的富豪包养了十几个小蜜 有的明星换几十个性爱伴侣 有的关于有一百多个情妇 我只不过是懒得再去伪装罢了 方圆无言以对 这是个道德沦丧 笑贫不笑娼的时代 这是个弱肉强食 没有信仰的时代 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 该是怎样的痛苦和幸福呢 当一些特权阶层 过着比谁一些还幸福的日子的时候 谁又会为那些底层的弱势群体 妖气呐喊啊 当鲁迅成为一种 差异犯后的笑话的时候 五千年的文明 早已凌落殆尽 方圆苦笑着 算了 我说不过你 我只想再问你一次 你为什么要杀增英杰 秋水 周光明 和万料海 抱歉 我真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杀这些人 我只知道他极度凶残 家里面又是不怕他的 方圆知道 陈锋所说的他 是指陈锋的另一重人格 据说双重人格是严重的心理障碍 虽然同一个人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 但两种人格都是完全独立的 完全地拥有着自己的记忆 行为 偏好 两种人格都不进入另一方的记忆 几乎意识不到另一方的存在 说得通俗一点 就是两个人 共用一个身体 方圆又问 什么时候他才会出现 我希望他永远别出现 这些年他已经很少出现了 一年也不到一两次 方圆 你别问这么多了 你回答我 愿不愿意嫁给我 嫁给你 如果你是我 会不会嫁给一个狼心狗肺 禽兽不如的恶棍呢 而且这个恶棍 还不时会变成另一个变态的杀人狂魔 何况即使我答应嫁给你 你会放过我吗 会放过我这个见证你杀人的证人吗 你这么自私的人 又怎么会冒这种险呢 哦 不会 不会 这怎么可能呢 只要你愿意和我在一起 我从你爱你都来不及 我们本来就是狼才女貌 天作之和 你想想 如果没有缘分的话 我们又怎么会在这茫茫深海中相遇呢 方圆懒得听陈锋说废话 郑重急事地问 我再劝你一次 就此收手 向警方自首 然后去找一家好的医院 彻底跟着你的心理疾病 好不好 陈锋嬉皮笑脸地凑上来 收什么手啊 宝贝 我来了 方圆叹歇了一声 对不起 陈锋一愣 对不起 什么意思 还没等陈锋明白 方圆身体往旁边一闪 手上拉断了一根隐藏的绳索 一根削尖的木棍 风驰电车般 侧进了陈锋的肩膀 鲜血四溢 陈锋向后扬倒 原来在天亮之后 方圆用随身的小刀 制作了这个机关 特意引陈锋来重此埋伏 他不想这样对付陈锋 可是又没得选择 也许木棍击射出去的力量太大了 陈锋被击倒在地 一动不动 仿佛死了一样 等了许久还不见陈锋爬起来 方圆小心翼翼地走上进观场 陈锋插着木棍 仰面倒在地上 他的脸色比白纸还苍白 肩膀的伤口处 不断涌出鲜红的纤细 白色T恤染成了血红色 这陈锋 方圆轻轻地叫了一声 从伤口来看 陈锋虽然伤势严重 但还没到致命的程度 方圆不知道 陈锋为什么一直倒在地上 不爬起来 难道是疼得昏迷了过去吗 方圆还一想上前 没想到陈锋突然睁开了眼睛 直挺挺站了起来 紧紧地盯着方圆 嘴角露出了一丝邪笑 方圆吓了一跳 难道陈锋刚才是故意假装昏迷 引得上前的吗 方圆后退了几步 手上紧紧握着随身的小刀 陈锋你 陈锋 陈锋看着看方圆 又看着看肩膀上的木棍 是破口大骂 陈锋这个笨蛋 怎么又受伤了 说话间 陈锋随手拔出了木棍 脱下衣服包扎伤口 在进行这些动作的时候 他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痛苦之色 似乎受伤的身体是别人的 方圆手上冷汗森森 一股凉气直冲脑味 他来了 陈锋的另一种人格终于出现了 那个极度凶残的变态杀人狂 终于出现在方圆的面前 2006年8月6日 清晨7点50分 方圆有些紧张 眼前这个陈锋 让他产生一种无名的压迫感 虽然他看上去是那样的优雅 英俊 他的人还是那个人 但是没遇见的风情 却相差十万八千里 一个是奶油小生 一个是铁血浪子 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 却在同一个躯体中 反复地交错 你好 我叫陈锡 你呢 他的笑容很诚挚 陈 陈锡 方圆疑惑地说 你 你是陈锋的 我是陈锋的哥哥 但是可惜的是 我没有属于自己的身体 只能暂时尽他的 陈锡仰面向天 伸出了手指 去抚摸金色的阳光 眼神充满了前程 啊 很久没有出来晒太阳了 这个世界还是这样的美好 陈锡收回目光凝视着方圆 眼神很暧昧 似乎在欣赏着一件艺术品 方圆还没有遇到这么胆大的男生 竟然脸皮都不眨一下 明目张胆地盯着他 你真美 陈锡情不自禁地感叹 你是我见过的女孩中最美的 听到陈锡的夸赞 虽然心脏依然砰砰着跳 方圆还是莫名地感到一阵暖流 女孩就是这样 即使是不喜欢的男孩 也希望对方能欣赏自己 陈锡 方圆停顿了一下 还是接着说了出来 你知不知道 你仅仅是陈锡的另一种人格 另一种人格 他是他 我是我 我和他是完全不同的人 我说过 我只是灵魂无处安身 只好借用他的身体暂时寄托 除了身体 我拥有一个完整的人 应该有的一切 独立的记忆和思维能力 所以 请你不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我很高兴遇到你 你能否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方圆 方圆 好名字 我喜欢你 陈锡看上去 没有一点的心机 说话直截了当 仿佛是不安事事的儿童 这样的人居然会谋杀 曾英杰 秋水 周光明 和万料海吗 方圆定了定神 犹豫了一下 决定还是单刀直入 陈锡 你能否告诉我 为什么你要谋杀 曾英杰 秋水 周光明 和万料海呢 谋杀 陈锡中了皱眉 我睡了很久 刚刚醒过来 你说的这些人 我一个也不认识 我更不会去谋杀他们的 方圆长长地 舒了口气 那陈锡为什么 说你嫉妒的凶残呢 哦 嫉妒凶残 陈锡的眼上呈现了痛苦之色 没想到像他这样的懦夫 居然会如此的评价他的哥哥 方圆不死心 方圆不死心 继续问道 你的意思是说 他 他在撒谎 我再继续问道 你会不会去谋杀 我再继续问道 你会不会去谋杀